Yoyo 新朋友 舊朋友 大家好 我是奧斯卡 蔡瑪良台服開服已經快一個星期了 你是不是在任務失敗? 是不是 ULA 訓練的時候還在瘋狂翻車? 是不是養馬的時候一堆選項你不知道應該要選什麼? 不要緊 因為 you are not alone 大家都是這樣 會過去的 今天這條影片就簡單幾句教你如何去育成 只要你學會了 就算你不會看中文 你都可以把小馬娘養成A級 開始之前記得Like、Subscribe和Share 不廢話那麼多 我們開始 養馬第一個攻略就是什麼時候應該要做什麼? 在講之前有些前置的基本知識要跟大家講 養馬的時候大家最煩的朋友就是我應該要做什麼? 養馬的時候有五個主要的選項給大家 就是速度、持久力、力量、意志力和智力 分別是訓練的時候會提升不同的屬性 練速度、耐力、力量和意志力的時候都會扣體力 而練智力的時候會加五點體力 然後還有三個選項 就是休息、外出和競賽 休息可以回體力 可以回三十、五十、七十不等 看情況 外出可以增加心情 競賽可以比賽 增加粉絲、技能點數和能力 簡單講完幾個選項之後 現在就教大家 什麼時間應該要選什麼去做訓練 第一個戰術就是選越多人的地方去做訓練 我們開始育成之前會選一些支援卡 這些支援卡選了之後 對應的角色就會出現在你訓練的時候不同的場所 分別出現在練速度、耐力、力量、意志力和智力不同的場所 而在這些角色所在的地方進行訓練的話 會有那張卡額外的加成和增加他們的友情值 而友情值去到一定的數值的時候 當那個角色出現在對應的地方的訓練場所 例如速度卡 他出現在這個速度的訓練的時候 他就會發光 發光然後訓練的時候 就會有巨額的提升 所以我們選的時候 第一個戰術就是選越多人的地方 我們就去那個地方做訓練 盡量提高這個友情度 第二就是訓練的時候 你會看到一些感嘆號 這些感嘆號其實就是技能的靈感 就是你升技能的時候 會有一些折扣 也可以隨著自己的需要 不用一定強行點個感嘆號 但其實就是選越多人的地方 加有感嘆號的地方去暗 第三就是我們選擇 有發光的地方去練習 就好像剛剛說 支援角色去到一定的友情值的時候 去到出現對應角色的訓練場所 他就會發光 發光練習就會有巨額的提升 所以我們就選擇會發光的地方去做練習 第四就是當訓練失敗率高於10的時候 我們盡量不要拼搏 大家不要小看失敗率10% 其實失敗機會還是真的會有的 失敗了除了沒有屬性加成和浪費了回合之外 還有機會病了和降低心情 病了之後還要去保健室去醫病 醫病還有機會失敗 所以我建議除了同一個位置 有很多採光同時出現 你才去搏 一般情況之下不夠體力就乖乖休息 一般來說就是第五點 我會盡量保持在體力30%以上 因為30%以上去訓練的話 失敗率基本上都是0或者10%以下 所以一旦去到30%的時候 我要不就練智力又或者會盡快休息 我個人覺得盡量穩中求勝 不要做太多這些高風險 然後拼高回報的動作 第六就是如果我們訓練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 每個人訓練人不多 又沒有採光又沒有感嘆好 體力多的情況之下 我應該可以做什麼呢 其實我們可以選擇打比賽 打比賽選哪些 贏不贏到 靠自己經驗去決定 第七就是我們去海灘合宿之前 最好就要滿體 最好海灘合宿的時候可以做到三次訓練 和一次節力訓練 每年七月的時候他們就會去海灘 去之前的兩個回合就是六月前半 六惡魔就會出來提醒你 你準備要去合宿 這個時候這兩回合我們盡量休息到可以去到滿體 空體到滿體 因為在海灘訓練的時候 我們所有的訓練都會固定變成紫色 就是五級 效益是非常之高 所以最好的情況 就是我們可以在海灘訓練的時候 可以做到三次訓練和一次節力訓練 就是剛好整條體 養馬第二攻略就是支援卡的配置 我個人的配置就是支援卡 我起碼有兩張速卡 然後朋友就有一張落幕 或者我自己帶一張人物卡 外配一張自力卡 或者一張速卡 或者其他屬性的卡 也有人有三速卡 一張自力 一人物 或者四速我都見過 或者雙速 然後一二自力 一持久力 我都見過這些配法 但是千萬不要 每個屬性放一張 養馬第三攻略就是 保持好心情 好心情練馬是非常之重要 當然不是必要 良好也夠用 但是我們最可控的好心情 就是開局投手回合 如果頭的回合 即幾回合 沒有什麼地方 很多人聚在一起 我們可以去練習的話 我們可以選擇直接外出 可以直接把我的心情跳級變成絕佳 心情漂亮 練功自然效率高 養馬第四攻略就是選擇大腿 沒有好的支援卡 不要緊 我們可以去我們競技場 這個感嘆好 找大腿 通常滿級的大腿 基本上他都是滿好友 就是你追蹤不到 總會有機會讓大家 找到你想要的支援卡 養馬第五攻略就是加入DC群 不要帶他不要緊 進DC群看看大家會不會成為朋友 好啦 大家按著這個方法練 我相信大家很快就可以練到不同不錯的馬 關於養馬後 即是成果 或者他們的因子 養馬相關的內容 下一條影片再跟大家說 這個遊戲開服的時候 真的蠻難上手 但玩一下玩一下 其實都可以玩到上手 上手之後 更加令大家愛不惜手 機不離手 好啦 那這條影片就到這裡了 希望這條影片可以幫到大家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和分享 我是奧斯卡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